難道你們不和 你知道網台當然是這樣想的 思願全部都是思願 那些說不講人是非那些 因為是非要離開網台那些 繼續講人是非 最多的了 好了 我們今晚蕭峰為什麼不在 他抱養 他太忙 很操勞很辛苦 所以 希望他在家裡發燒 我們小時候都知道 如果發燒之後 會怎樣發高長大 蕭公子回來 人家又拔長了 又高了又瘦了 挺好的 希望蕭公子在床上 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直播 聽眾朋友會很關心你的 你應該叫他睡覺 聽蟲溫泉 沒錯 那樣子你的膝蓋怎麼樣 一路一路慢慢好 做了一個少許的手術 現在就 原本由草倫椅到 變成兩支拐掌 接著兩支拐掌 現在就還拿一支拐掌 希望盡快不用拿拐掌 是啊 不如這樣 如果你需要做一個復康的話 我自動請櫻 用瑜伽治療幫你做復康 好嗎 好多謝你 但我一定不會做傻瓜 八支拐掌一次拐掌 你不會這樣 不會 我八十元也不用 那些拐掌 八十元也有美女幫你拉 多謝 你去吧 你去快點監 我不認識 你認識瑜伽 好 接著我們就有無妄齋 上星期你可以唱包三落傳說中 哈哈 我唱到 你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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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我純粹是 純粹是因為不太舒服 也都 在吃藥 找找找找找 就忘記了時間 那裏 沒有人都病的 最近 慘慘 是不是跟換季有關 春暗 你這裏真是很舒服 這裏真是 但我之前那裏不舒服 跟天氣沒有關 跟人衰有關 哈哈 OK 今天本來都以為沒什麽說 好像沒什麽大事發生 怎麽 turn out 原來是很多事發生的 那多到怎麽樣呢 講些放的話題 Jacky Chan 例如什麽呢 成龍大哥 你想我們講些什麽 阿廷松大哥 放些的話題 是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是嗎 OK 今天禮拜我們有Hidden Agenda 是嗎 這個大事 連日本素人之亂的作者都要出聲 還有這個又出國際 現在國際傳媒之間都報導這件事 為什麽香港 Indian Music 你不要說難發展 甚至香港表演都這麽難呢 然後我們還會講的是 另外一個是什麽 我忘記了 假的前線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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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還有這個被人吵得比較多的一些 例如捐血 買旗之類的 買旗 講起捐血 又會提起我們換肝那件事 隱瞞這個 是的 就是醫療的問題 是的 醫療的問題 聯合醫院 是嗎 即是開流藥 開流藥 令人排斥 已經做過兩次手術了 嗯 還有一直都沒有向上報 沒有人知道 是的 今次包括馬黎醫院都說 其實他們是很遲才收到聯合醫院通知 其實因為主診醫生就放假 是的 放假 準備放假 準備看英法 所以就漏藥 漏藥之後又忘記說 因為也是放假 這樣 OK 接著還有就是我們這個早年的 不能說你的法源地 武校 你的武校 是的 University of Sydney 有人就因為紅包事件 我們一些 很不包容人家的文化 這樣就不接受人家 這個紅包 就認為是賄選 我們強而偉大的祖國 一些海外的學生 就用了他們那一套 去understand這個民主 即大學都是民主政治的 但是他用他們那套的understanding 但是最後人家都是不接納 是DQ了這條女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說 那這個是你的師妹 不早年 我們要清理門戶 其實這個 早年你不可以這樣 她的確是你的師妹 我有十幾萬個師妹師 沒有 那你當年有沒有用這個紅包禮畢業 當然不用 就是啦 大陸 讀法律是誰人幫你 你請誰幫你做 你能給這些紅包 誰幫你去考試 說清理門 如果有時間說一下 說一下大陸那些武林那些 這間真是怎樣 這間太專事太好 這間突出國際 這間真是很棒 漏下藍而淚 當事人擁有 然後蕭公子就已經一語道破 就說 你少林子準備上市的時候 你走出來挑機 你知道你影響多少人的銀包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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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要承認 不是這樣承認的 你知道嗎 你私底下扭她那隻抽 在她突然之間 練完武功之後 走出來的時候 你在紙門口 我抓住你的抽 接著呢 有人在周邊拍斷片 都沒有問題 是 但你這樣公然宣戰 影響到別人的 賺錢大計 當然是不能的啦 是吧 是嗎 喂 我們是否由Hidden Agenda 開始說 是 我自己呢 一聽到Hidden Agenda 拘捕人風頸 跟這麼大洞人 想去做他們呢 我都有點震驚 也都不是說太意外 因為呢 我過去這幾年 我都間中都有上Hidden Agenda 那裡聽音樂的 嗯 看不出你這麼潮啊 好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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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人上過呢 金號望神父金仔 去Hidden Agenda 去做個Solo演唱會 嘩 厲害啊 在12年 不知道在12年 是啊 很潮啊 那些活佛Viva 是啊 那13年 1314年 都有個Beyond的紀念音樂會 嗯 爆了大盆 好熱鬧 大家都很投入 很開心的 那我去上去的時候 都已經呢 上面那些負責人 都黏了些紙在那裡 就說 他們經常被 被人搞 對 有關部門 不單是警察 查什麼酒牌 消防人 上來查 有很多 職環處 有什麼都想 對 有很多不同的條例 做藉口 去查 那他們呢 根據法例 拿著來 是有 是有得 是有得說的 嗯 問題是他們呢 特別受針對 嗯 OK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我自己想 是不是不會做人啊 喂喂喂喂 是不是沒有請阿sir 上去請音樂啊 我覺得呢 就不是說 關不關阿sir的問題 而是地下音樂 這些工廠的地下音樂呢 Heat down and gender 就比較出名 甚至是世界 請一些外國的樂團過來啊 是 都是比較出名的 嗯 但是地下音樂有一個特色 不管是Heat down and gender 還是其他名氣略為 沒有那麼大的那些呢 他們都是一個反建制的精神 很強 所以其實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這個才是重要的 嘩 一語道破 是呀 你去到的時候 每個人的情緒很高漲的 而且都 很多rap的rap歌 粗口歌 很多這些 是 他們那種反建制的意識 很強 是一種很強 很高度的法師 好像貓那樣 聽到 一聽到情緒高漲 都會突起 我都會突起的 響響那裏聽到 那這一樣東西 地下音樂呢 尤其是在工廠區 就越來越流行 為什麼呢 你覺得關不關那些人投訴的事 旁邊在阻礙那些人 那些 其實你很難的 因為 本身那裏是 牛頭角的那些工業區 已經是 就是如果你 譬如說 有些人就是想說 喂 你不在工廠區那裏搞 那為什麼你不在那些 社區會堂 我們當然是要在 早年住那裏搞 那裏 雞狗 為什麼要在工廠區 那裏不是普通工廠 那裏不是一般那裏 那裏不是一般那裏 那裏不是那裏 那裏不是那裏 那裏是舊式工廠區 那裏是 那裏是在工廠大的 那舊式工廠 在柴灣也好 觀塘也好 那裏的廠房特別大 是 但是呢 80年代 90年代 那個工廠北移之後呢 它空置率又零射高 租金零射低 那這些樂團如果在那裏 用一個比較低的租金 那裏又可以找到多些人來參與的時候 那裏就生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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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在工廠 尤其是舊工廠 舊式大型工廠的那些地方 特別多這些地下樂團 那裏這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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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就是不用廠商去做,而是去一些私人的地方去做 租金是相當昂貴的 其實跟戲院,他們都有娛樂牌照 你要數一下,香港這麼大一個地方 有娛樂牌的LIFE HOUSE只有三間 而你看看東京 是不是包括藝術會那些? 不是,是旺角有間咖啡叫呼吸,還有H&V那些都有 但是你想想,其實不用太遠了,東京 東京一個城市已經有五百間LIFE HOUSE 台灣也不少 台灣也是不少的,當然它其實都有 無論是台灣也好,中國也好 雖然他們的地下音樂文化都很輕盛 尤其是台灣可以地下音樂浮到上面 甚至像五月天那些都在地下音樂出來 但問題是台灣也會因為某些發規的原因會比較打壓 但他們仍然是從山那些地方 他們的文創區以前都是一些古蹟 他們都能夠今時今日改造成一個文化空間 去容許那些BAND SHOW去生存 但是香港就是不容許這件事 我覺得相當之奇怪的 譬如說 可以一點點話題說 香港在六十年代 1966年九龍暴動和1967年 即是左派暴動之後 你知道社會是經歷了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那時長遠而來 英國的統治是非常之不好 人民是存在著不同的不滿 政府就不停地想一些 因為經過兩次暴動的經驗之後 找一些東西給你搞 綜合了一些東西 給一些東西給你搞 給一些宣洩空間 講白一點就是想一些事情 給一些活動你做 發洩你這些年輕人的多餘精力 你自己唱完吵完之後就回去睡 你就不要上街了 反高鐵的時候 也有些建制講過這件事 被人笑他 包括佔領運動也是 是不是奶媽講的 我忘記了 不是奶媽一定是蔣麗雲 我忘記了 變成一個女人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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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搞一些社區跳舞 派對 戴媽媽 其實不是開玩笑的 在這兩件事件之後 英治港府那時真的 在不同的郊區 那時未有郊野公園條例 要七十年代才有 那些郊區那裏開闢多些小徑 等到一些人 是星期六日的時候 去郊野那裏走一山 你們不要靜坐 坐得下腳臂 家衛公的維穩作用很厲害 你的樣子 你不是被他圍了 所以我們要動家衛公 那些是反對維穩的人 其實那些是可以維穩 但為何會和音樂有關係 因為1968年 那些人是由市政局 殺了市政局 可以搞一個活動 叫做新潮舞會 新潮舞會 就是在現在拆了的北宮碼頭 請本地的樂隊唱西洋曲 那些人是跳茶舞 不是跳茶舞 救命啊 女人 上面有樂隊唱西洋音樂 然後下面的人就跟著跳舞 那個詞叫做《勞西立行曲》 沒錯 最出名的就是泰迪羅賓 泰迪羅賓 泰迪羅賓 整班在那裏夾阿Ben 許冠傑那時候 那時候的情況都夾得很瘋 下面那些都封了網 有一個萬多人去 然後搞到要警察壓著他們 把他們全部托走 然後事後就 左派右派互相攻擊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這個社會是吵 但是有些這樣的活動 即是給一些民喻活動 給年輕人去發洩自己的情緒 令他們那個對於社會得滿 是一個出口 其實是有些 好像一個cushion的作用 因為你社會上面其實衝突大的話 你必須要有些 有一些叫做舒緩區 讓他們去發洩他們不同的情緒 即是 我政府 即使今時今日 是要作出改革 那我都要時間 那我就要設立一些活動 讓你們的不滿情緒 沒有那麼高 但是冷靜一點的時候 他給你舒緩 他給你發洩 他就等於回歸二十周年 那些活動 給你去發洩 即是怎樣 你明不明白 即是搞些什麼戲曲工心 給大家唱戲曲 沒錯 去旺角行人專用區 去大媽舞 唱一下紅歌 唱一下 我想唱血染的風采 看看會怎樣 哈哈 選六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些大媽有沒有申請工作簽證 你知道行人專用區 雖然他們跳舞 好像說不收錢 如果我放下十元給他 二十元 或者我好像林鄭豪 放下五百元給他 是不是立即可以拘捕 這個事情我很想知道 違反簽證條件 其實可以拘捕 可以拘捕 如果是這樣 我們下次試試 我放下五十元 早年你立即叫警察來 然後阿養你負責拍片 你負責做人證 那我們就試一下 試一下到底 是否英國樂隊來香港 就是因為你是前宗主角 你還有一個英女王在這裏 我們很討厭你這種亂英 即是他有原罪 當然了 你當然有原罪 所以你現在要示範 完美示範 你們香港人 完全已經是一心回歸了 偉大強而有力的祖國 所以就等於當年 Henry VIII 他要將自己 crown 成為 Head of Church 的時候 他就是所有人都要宣誓 就是說我宣誓 我只是認為你是我的君主不夠 我只要宣誓 你比教皇更大 如果我不宣誓 那就抓你去塔 然後砍了你的頭 都還沒完 砍頭 之前還有幾步的 很精彩的 香港政府現在算好的 沒有做這些事情 例如將它吊 吊到半死的時候 撞開你的肚子 把內臟拔掉出來 在你面前燒了它 接著再撤了你的 JJ 下來 又在你面前燒了它 接著才割你的頭 放在那枝丫叉上 放在城門上 是嗎 所以就是宣誓 其實 現在給你去宣誓 現在就是 你如果宣誓的時候 說不效忠 聽著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多了一個及字 是嗎 現在這個宣誓活動的 而且確 在這個二十週年的時候 大大力地發生過 這個就是 你所有和英國有關的 都等於是教皇的了 現在你新老闆 在香港 是超然於三權以上的 你們認不認 那你就不要去跳這些 according to Jolin 叫茶舞的活動 或者 音樂的活動 OK 假裝純誠的人 真的很噁心 那你就可以去參加 這個回歸二十週年 那又有另一個新聞 說什麼 它不批個牌給民陣 因為它 不用了為遠 根據這個 可能 它批排的標準 其實就是 由於有些 慶祝 主權移交的活動 在搞 慶祝什麼 有誰慶祝 我不覺得有慶祝個開心 香港慶祝梅規 慶祝梅規 慶祝典委員會 慶祝梅規 慶祝梅規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他申請的時候 是符合手足 以及他是一個慶祝團體 民陣不是一個慶祝團體 慶祝會是一個慶祝團體 慶祝會是一個慶祝團體 覺得慶祝 慶祝是優先去處理 另外就是 申請了維園的牆 其實在2003年 即0371 那一屆已經發生了 那時候 不是整個維園都沒有了 它是給草地 而現在的情況也是一樣 據民陣的消息 據民陣的消息 就說 草地先保持 還未說 批語不批之間的狀態 但是 我相信 對於民陣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首先 他不知道 究竟應該在什麼地方出發 第二 泛民主派在吹大和解的時候 即是在民主黨 見完林鄭月娥 說要消解這個社會矛盾的時候 誰知不久就發生了民陣 不批七一遊行 我主權移交二十周年 大過天 據說 習近平都會在六月尾的時候 來香港三天 他好像七一遊走 這個時候 我認真地呼籲 我們的友台 其實不是我們這麼友台 反而是我們以前在花生的時候 他們成為了某個網台的二台 那位蕭山好東西 我這個時候熱烈呼籲他 做十七國文治 在那段期間 大大力地 向某些特別的極端組織 宣示 因為他們為了攻擊中國 那段時候最好 因為我們偉大的領導人 已經離開了中國 所以如果他們有什麼 大動作要做的話 就在那段時間做 不要央求我們香港 知不知 我們 我等著支援 對 所以你們十七國文治 這個時候 記住發揮這個力量 知不知 因為其實挺好笑的 一直以來 由於北韓局勢緊張 緊張了那麼久 他不打 還有觀望了很久 就看習近平一直以來 不要放棄 說會下來香港 所謂慶主權移交 二十周年的消息 我再看之前的紀錄 其實 通常發生這件事 是否會提前很多個月 就會通報呢 據說不是的 譬如說江澤民 下來香港 那些 其實可以是幾天之前 才會發消息 去通知 香港各界 有些準備 當然 香港 一直以來的 陣仗 譬如說 印尼的總統 總統 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都已經是 可信實彈地去做這個護衛 甚至是 用一些無線干擾措施 在街上走走走走走 這些措施 其實有傳說 為了習近平而準備 但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放聲器下來 到今天才收到 香港零一引消息指 會放了這件事 而零一忽然間變成中央的傳聲筒 然後大公文匯 竟然是沒有出聲的 這件事雖然相當奇怪 零一一向都是黨媒 只不過他的立場沒有衰 都不緊要 選舉的時候已經發揮了他好過程 他永遠在適當的時候 會說一些小馬白幫忙 這類的黨媒 又不是最根證苗紅那種 他是在發揮另一類的作用 軟正一點的作用 是否尾品海 是 因為他知道動產黨都懂得玩媒體 他每次用文匯大公那些來撞 沒有人看 就不是作用大的 還有環球交報那些 是 他自己都知道交 但這些招牌不可以拆 但他一定要拿其他 環球交報那些 就給粉青 要打倒日本那些 就給那些看 但香港那些 你會知道文匯大公 其實沒有人看 當然 派都沒有人看 就是派都沒有人拿 像你說的 香港人是受網媒 受一些比較中性的 扮中性 扮中性 扮中立 所以有些新的 但是你說 我們會不會有時候 我們share了 香港另一個新聞 那些人可能會出聲 為什麼我們會share他的新聞 但是你發覺很有趣的就是 好像某些 說就空肯做就什麼的議員那樣 他是十次裏面 他有九次好正路的 好正路 他就是那一次關鍵時刻 他就去了台灣 或者不知去哪裡 就是永遠都是 你發覺維穩費為什麼會需要那麼多呢 除了是 就是河湘實彈 還有要做很多的地區工作 社團活動之外 其實就是這些地方的嘛 就是所謂的KOL 關鍵人物 要給他們在關鍵的時候 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 因為可能其實他 香港人養了一群 根本不是寫那些東西的人 但是他就養了一群 其他軟性的 你平時會吸引到你 讀娛樂新聞 或者其他軟性的新聞 但是到做關鍵那一刻 他中間那個 比較強力的一個部門 就會 其實就是養冰仙日 那樣東西 我不是給你 平時怎樣罵我 都不要緊 但是去到關鍵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站在哪一邊 那你平時講到很意正辭言 大意想言 刺針可比日月那些 那就是拿來收買你那幫反對派而已 然後去到對的時候 他發揮到他的作用 就已經夠了 因為你習慣了看他 對 回到原本的題目 就是 反對派究竟會 對於七一這種反制 這種措施會做什麼反制呢 他會不會改地點去出發 然後那個地點 對於那個 所謂政治打壓 他們聲稱的正義打壓 有所回應 那我反而就不太樂觀 對於他們這件事情 因為03的時候 因為董建華民怨沸騰 然後又要連七一的場 都搞了你的話 那時候真的刺激了很多人出來 第二年 04年才是時候 更加多的人 50萬人 100萬人 他這次似乎是想再刺激 因為這幾年 七一已經不是那麼多人了 現在他搞這些 可能想再重新刺激起 但問題就是 今時今日的泛民 又或者是整個反對派 在一個這麼撕裂的氣氛 而且自從2014年的佔領 發生之後 發生了太多的事情 而今時今日 有頗多的政治領袖 也好 學運領袖也好 都是被人在控告的時候 他們夠不夠膽 再去做一些冒險的行為 譬如說 整班人 你們在那個 維園那裏搞慶回歸 那我就和你們一起去慶 但是好像大家去公展會 我們就一起去 我們又買票入場 或者是怎樣 我們又一起慶回歸 震慶一下 震慶一下 可以不可以 會不會誘告我們 非法集結 那這件事就拋頭了 即是他們夠不夠膽 再去冒一個很大的風險 去做一個所謂的行動升級呢 所以你見到在這件事之前 即是七一 這個二十周年慶回歸 這件事之前的鋪陳其實很多 包括我覺得 Heading agenda 就是part of 這個鋪陳來的 包括之前梁又突然之間被捕 還有再加上其他人 包括好像 我忘記了是吳文宴還是黃浩銘 發生什麼事 你講的 即是被捕 是吳文宴 吳文宴 即是有一堆的人 突然之間 這件事又不是剛剛發生 發生了很長時間 才突然間 突然之間在這段時間 就是鋪陳在七月一之前 即是剛才我們的聽眾就說 是二十八至一號 就是習近平 習總會來香港 我們見到這一堆東西 其實是鋪排到 要你害怕 即是寒蟬效應 那些人說是洗太平地 即是到時你還拼搏 你明知道我會因為這個 非洲習傑拘捕你 你是不是還會在我們沒有給牌給你 還有那個limiency 我們limiency 中文叫什麼 寬榮度 是的 寬榮度 我現在放在這裏 我沒有 那其實就是要 沒有buffer 還要在特意在林鄭當選之後 加速這個政策 即是說你不要想著和不和諧 和不和解 和不和解 和不和解都好 總之七月一後之後 仍然是我這條路線 我現在去得這麼緊的時候 你到時要放鬆 你都不是說放就放 你開動了法律檢控程序 你就不可以說停就停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的 剛剛說到Hidden Agenda 即是你給這些憤怒青年聽音樂 都是一種社會的宣洩 有一個buffer 但是其實遊行示威 也是在社會機制上 都是一種緩衝 你而今時今日 對於這個和平的集會 和遊行示威 即是這種比較溫和的 所謂非暴力的抵抗 都採取這種措施的時候 一來就是要打擊你 第二也是覺得你這個遊行示威 已經是沒有了威力了 即是跟03、04、71那種 那種他們仍然是有忌憚的態度 是完全不同了 再去想回的時候 就是說 再插一句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全面西藏化 在西藏是沒有可能 會見到任何的示威 遊行活動 即是你說 你整個大陸都不行 你不見得整個大陸都不行 其實你見到久不久 大陸有的 有的 流出來的 是的 我今天又見到一條說 不知道是廣東省在哪裏 又上街那些人 又擁抱 是建立十分化路的問題 是的 大陸他們如果 平時他們不搞事 平時經常都說 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他很喜歡說這句 不關我事 總之國家自送門前 是自古優良傳統來的 但到他們真的會集結上街 就一定是影響到他們自身 你覺得很重要 例如墳化路 例如化工廠 例如化工廠 或者拆他的村子 你動他早墳 他分數都不重要 你明白嗎 但是呢 這些片 你久不久都會見到 會流出的 但是呢 好笑的地方就是 香港人呢 無論怎樣上街 還是什麼 絕對那個武力 勇武程度 是不及內地的 那是和理非非的 不論是傳統來的 是的 因為我們是瓷器 是的 但是呢 你見大陸那些 它蓋著蓋著 但是你發覺呢 你是見不到西藏有這樣的片 為什麼呢 西藏它不是不想 它不是不抑鬱 它不是不壓抑 它是更加大的壓力 但是就是 你有武警 甚至是河槍實彈 拿著機關槍 Machine Gun 是的 對啦 在街上擊殺 激殺 激殺 和他們是一直這樣蠢的 嗯 在拉薩 布達拉公下面 一直這樣蠢 所以呢 他們不是不想 是做不到 我只有一位西藏朋友 成華波聽說呢 在2008年 北京奧運的時候 前夕 不知道可能半年左右 已經是天天加緊巡邏 不知道巡邏 暫光 在布達拉公下面 不同的Hotspot 即是旅遊熱點 不是WiFi Hotspot 在下面已經站著暫光 就是因為知道 可能有些外國人 會在奧運之前 叫做在大陸 整個神舟遊 會遊去西藏 因為特別 直接不讓外國人 跟西藏人有交談 嗯 立即間開 或者會有些人臉 就是你想不到 會有這樣的情況 而他們當然是上不到Facebook 當然 還有他們也沒有Passport 所以那個封閉 是令到你想爆出來也爆不到 所以他們那個壓力 你看到為什麼現在是Apply到香港 我經常都說 看回西藏 你就會知道 其實他們做的事是一模一樣 但當然我們的情況是比西藏好 因為我們的軟實力是他們需要的東西 但是你也要看看 你試他的底線試到什麼位置 如果你去到一個位置 他覺得你是挑戰到他的政權 他真的不介意跟你攬起來 他幾高壓都可以 是的 他幾高壓都可以 他說你的軟實力已經Don't mean shit 因為你影響到我的政權 所以我們上次講過 究竟計算數到最後他們弄權 最重要是黨 說他們無實 但是他們愛權 他們覺得有權就有錢 那他當然要了權 其他可以慢慢談 共產黨的文化 一向都是先權 有權就有一切 不是說什麼愛國 不是說什麼改革開放 定義或個人送的什麼都不是 最核心的權 永遠遠不能夠動搖 一定要握住 一定要握住 去到權 永遠是他的最底線 包括他之後結束文革 要搞什麼走資 全部都是為了維持他的權力 他知道繼續搞文革下去 會影響到權力 他就調整 但是他的核心價值就是權 一定從來只會謹而不會鬆 所以當政權不停地對於和平的示威打壓 而回到頭 03、04、71那種遊行示威很多人 然後給了政府壓力的神話 在十年過去之後 13、14年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反思 到今時今日簡直是佔領都發生了 然後大家覺得 再遊行還有沒有力呢 開始那個人的熱情會慢慢消退 第二就是覺得再遊行也沒有用 會陷入一種對社會很失望 但我不知道做什麼消極狀態 所以會開始衍生另一種方向 就是一種消極抵抗 有些人就說這個焦土政策 譬如說不捐血 不買旗 不去做社會 而最近發生紅十字會爆發一些公關災難 每個人都有公關災難 即是他們 即是紅十字會首先出了一個廣告 就說 就勸別人捐血的 當然也是因為血腹高急的問題 他就告訴你 就是 你想像一下你身邊的人 如果出事的話 你可以捐血給他 然後 他那種想法就是 一種推己及人的心態 即是 如果你想像你身邊的人有事 如果捐血給他 他們是否真的幫到他 但是這件事情 竟然令到網民產生一種很大的反應 就是告訴你 你這些是否叫做情緒勒索 即是告訴我 我身邊的人有事 我才肯去捐血 你一咒我嗎 咒這個就太過分了 即是你說我沒有同理心 這樣是嗎 應該倒過來 就是說 捐血本身是一個道德上高尚的行為 而且你捐血 其實你是控制不到 你受助對象 譬如說 我只是捐給女兒 兒子就不好了 他主要是覺得 血到底給了哪一個 有一個說法 就說 越來越多大陸的人 因為醫療產業來了香港 那些血 就是 免費捐的血 就去了私立醫院那裏 就給私醫院那裏 賺大陸人的錢 那裏去了 那裏也質疑 為何洪十字會 是 常常罵血荒 到底捐的血去哪裏 叫郭美美捐 洪十字會 你要也不要她的血 大佬 不知道有什麼 我覺得其實 給我的感覺就是 香港人看錢和血是一樣的 我捐出去 我都不想 譬如你之前捐錢 爆了那麼多東西 就說錢捐回大陸 不知道我們做什麼的 或者譯了不同的人 其實血 你心裏是覺得 我捐什麼出去 其實是用不得其所的 所以到時候 你捐血的時候 同樣以一個 這麼個人的東西 喂 真是救不了人 可能還被人拿去賺錢 我豈不是更加 調戲不腳 那這件事呢 他就質疑整個醫療政策 另外 洪十字會回應的時候 就說大部份 用在香港人身上 那些人就說 香港人是多少 是新香港人 是的 那洪十字會就說不到這個數字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洪十字會說 多數用在老人家身上 那更糟糕 那些廢老經常說我們廢青 又買不起房子 又不能買 那你們現在還要我們這群廢人 捐血給你 那這個世代 你不要以為廢血 是的 世代矛盾又重新激起出來 所以就出現了網上 就是剛才Era說的就是抗拒捐血的症狀 即是如果你要玩大一點 我再重新講 就是說 我捐血我要給我的名字 身份證 資料等等 我捐血給你 連我的DNA profile都給你的 是的 這件事其實很嚴重的 如果到時 再次 戲劇效果 就說突然間 突然跳出來 不是啊 有一個什麼crime scene 你放了一個滴血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pink me to your crime 其實 你明白嗎 因為我其實question了很多年 我就說其實 好像美國這樣 它有這麼高的crime rate 其實他們有時候捐人 真的很難捐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有精 你有DNA profile 有血有成這樣 但是你match不到 with一個人 我經常問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傳聞做body check 或者每一個人去醫院 去醫生的時候 他就拿你的DNA swap 直接抹你的嘴巴 是不是 那你已經有DNA profile 不是 只要一有人辦事 你一進去那個data base 立刻match 立刻拘捕人家 那不如你想一下 如果這樣說 你的身份性 每個人要留指紋 不是一樣是那樣東西 可以這樣說 我知道 但是指紋又可以咬 指紋都未必是 你真的可以一個fullprint去看到 譬如說 我在crime scene 我可能只有一個角 或者我戴了手套 或者擦得很乾淨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往往人家在crime scene 抓到的是什麼 DNA 就是頭髮 嗯 還有皮舌 是看不到的 你脫了頭髮 你怎麼會知道 沒有聲音 是不是 然後我想說 我捐血給你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譬如你去Sydney 你住Sydney 你住去London 或者住去紐約 你覺得捐血是ok的 一定信得過政府 然後你會覺得 唉 我今時今日 我做一件事 他日如果我有需要 我都希望有人會做你 就是推技及人 這方面真的是 Exactly 紅十字會過去幾十年 是做得幾成功的 由七十年代到九七前 那二十幾三十年 是做得幾成功的 但是近年 這個互信機制 大幅度減退了 除了對政府 沒有了信任之外 對上一代的憤恨 也是完全看到的 我們再看回他們的一些反應 就是說 不如我們跟這個偉大祖國 融合 它上面有賣血的 那為什麼香港要無償獻 要免費捐血 就是 每個都知道上面賣血出現了 什麼情況 就是荷南愛之村等等 是不是 就是現在他們那種心態 是奮衡到一個地步就是 濫炒 就算全香港因為搞到 賣血 好像大陸那樣搞到全香港愛之 都沒有什麼所謂 整個社會崩潰 大家一起死 我不好 你以為你好好 我反正一無所有 是不是 我這個就是光雅來的 有什麼所謂 那你除非你說 我不捐血 那你吹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找警察來拘捕我 硬抽我的血 現在暫時還沒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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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還沒做到 如果他要玩大一點 他就說 我這樣說 又是戲劇 如果你捐血的話 你公屋優先 因為你對社會有貢獻 是啊 如果玩到這樣 其實就被愛之村 是啊 是啊 就因為你貧你賤 所以你不願意用這些 你身體自己本身 就是受於父母的東西 用來換你的前途 和你的福利 in which 在一個 很民主的公民社會裏面 是與心俱來的福利 但你先不要說這件事 你就算在外國民主社會 有時候有些很強制性 叫人捐氣官的地方 有些人是不喜歡這件事 是因為他們會覺得很害怕 就是我有什麼事 有個人需要一個肝 或需要一個心 或者一個器官 但我其實是能救的 但人們就會覺得 但我做了一件好事 就給了你去死 就拿了你的器官去救了別人 你先承傳別人 有些人在外國會說這件事 有有有 對 香港你更加 這種制度就是 捐血又是你 你的器官又是 你是不信那個制度 你不信你真是為我好 我做了好事 可能反而對我將來是受害 或者對我完全沒有好處 以前是信的 但現在真的互信 沒有了 你的社會本身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你誰都不信 你不信建制 你不信一些所謂有需要的人 因為你沒有了聯盟心 因為有很多這些 香港人用的 是不是先生香港人 是不是先過150個下來 是不是先過150個 再申請150個下來 是不是你都不想 就是在這個社會很不包容 互相很不包容的狀態之下 這個社會互信機制固然會崩潰 這是牽涉到社會啟約的問題 但另一個重點就是 對於那個官僚 即是紅十字會這個NGO 變成一個官僚式的機構的存在 亦都是非常大的不信 除了之前說過類似的事情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紅十字會究竟是 抱持著什麼態度去勸大家捐血呢 即是你看到很奇怪的 其實今時今日 我們看回紅十字會的年報 會發現 有九成的血 其實都是去了醫管局核下的公立醫院那裡 即是一成就去了私立醫院 所以那個叫做 可能是無常獻血 然後變成賣血的情況 其實應該相對很少很少很輕微的 另一方面 其實使用血的量 其實不是我們以為做手術 反而在老人家和長期的病患 需要輸血那些 入有的 那些人使用了 即是地中一貧血 那些人要經常換血 尤其是近幾年的情況嚴重了 因為看新聞 在兩三年之前 通常告急的時間 都是一些入冬 以及一些長假期的時間 就多了人 多了去告急的紅十字會 但去到2015、2016年度 開始就會變成 一入冬 就會每一個月 就會變成月經post 直到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頻繁程度 去到十幾天 就已經叫我一次 告訴你 不夠血 不夠血 那為什麼會發生 即是由每個月來二媽 變成每個禮拜來二媽 其實是 是那個 寶馬剛剛好 就踏正 來到這個 人口老化的時間 而這幫人 一去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自然 用的血量多了 即是近幾年的捐血的人數 是有少少的升高 但是對於滿足 滿足每日使用血量的數字 仍然是不夠的 即是看回最近幾天的數字 大概有九百多人去捐血 是九百多人去捐血 但是每日需要的血 捐血的人數 其實是達到一千一百 即是那裏有二百人的差距 是用的 是比你增長的血量多 那好了 那麼多年來 紅十字會發生什麼事呢 即是他一路做的宣傳 就是叫一些明星去拍個廣告 唱一些歌仔 然後然後 大多是捐血啦 再不是就在街上 放街站 旺巨巨 就這樣告訴你 你今天捐血了沒有 不如去捐血吧 即是去呼籲些人去捐血 即是去呼籲些人去捐血 又或者很簡單 就是說 你通常都是去中學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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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一個主要的來源 是 因為對於 對於 對於 血的供應來講 其實是越年輕的人 因為他們 即是 魚佬有些長期病的機會 其實比較低一些 和他們 那個 恢復能力強一些 其實是 prefer 越年輕的人捐血越好 所以他們16歲 就開始捐血 處女 是不是16歲以下 最好是 處女 我不知道 他沒有講的 OK 沒有 特別有療效的 特別有的 人奶 處女血 等等 我插開說一些 很juicy的那些 維持你的話題 OK 即是 次官很喜歡講吸血鬼 是的 第一 那些事情就做什麼 你為什麼講吸血鬼 因為吸血鬼其實 那個 那個 idea 的來源 是有一個女人 叫Elizabeth Bethany 嗯 他就是 天天殺處女 拿乾他的血 放進浴缸裡 然後浸下去 嗯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很先進地 知道這個世界有stem cells 這件事 就是stem cells 就會幫你 rejuvenate 那些鋼細胞 是的 你的細胞之母 但是他就天天 都要堆壞 那些處女 浸下去 可能一個處女的血不夠 那可能他一天 要洗兩次涼 你不要管了 總之天天堆壞 很多處女 這樣走去放血 那現在紅十字會也不錯 說要有年輕女 不是 年輕人 年輕人都行 OK 但是挺有趣的就是 中學他可以這樣去 你整班圍圍圍地捐血 但是大學 他們反而沒有什麼宣傳 不是 不是 他很幼稚園 不是 去到大學的時候 那些紅十字會 入到U那裏 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雖然他們各自大學 都可能會有捐血站 但是問題他們是怎樣宣傳呢 真的動之而拉架 然後擺個站 然後一丁油 站在那裏 手指指 告訴你 那個板間房那裏 就是血站 你們走去捐血 喂 我知道 喝杯頭水 這件事情 是很懶惰的 這種宣傳方法 你覺得是有效嗎 太吸引了 我完全沒有動力 去做這件事 最好笑就是 為什麼他不做什麼呢 他說如果你捐血 你儲夠 你捐三十次 你就可以有這個 國美美簽名會 或者你WeChat 給一個紅柏人也好 對 就是 你找一些內地學生 可以叫他們做 其實日本都有的 譬如說 會有些動漫的紀念品 會派給大家 有些incentive 但是就不是很prefer用錢 因為 譬如說社會學 你現在選舉都要紅包 這個是社會新風氣 我們要與時並進 借助私人署 對呀 你整個都不當 對呀 那你就要想 紅十字會 還要很離譜地 很離地 第二天的總監 隔了一兩天之後 你不要用窩蜂來捐血 總監就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在星期六日時間 去捐血 就不太好 因為 其實如果攤長的時間 攤平均的時間 例如 閒日 午餐 午餐 下班的時間 去捐血 對於我們捐血站的 work load 也不太大 血的東西 就因為 其實有存放時間 新鮮 如果你放在星期六日 其實我們的血庫 都沒有那麼多地方放 或者那些血 可能會放過期 那些大公仔說 我工作量很大 我午餐都沒有時間放 我什麼時候有空 對呀 不是說午餐都沒有時間放 我OT 還要無常OT 對呀 我很大壓力的 可能在我身體裡沒有 對呀 我的身體來越差 怎麼捐 還要平日去 大家聽著 還有呢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這傢伙說這句話 因為 他講的東西 跟我們超然的特首 現在還是梁振英 是contradict的 因為梁振英 是叫大家 Lunch time出去游泳的嘛 還有釣魚嘛 釣魚嘛 釣魚嘛 你知不知那個釣魚區 真的成立了 真的拆了出來 中環 IFC那裡 真的整個釣魚區 那你想一下 打工仔多麼困難 我游背泳好 還是游自由式 已經想獲金了 還是釣魚好呢 釣魚可以今晚加菜 釣魚可以今晚加菜 我釣魚吃糞便回來 是呀 但是 但是 你現在又叫我去捐血 我一個Lunch time 一個鐘頭混合 走來走去 剩下五十分鐘 我做哪一件事好 即是怎樣 我一邊就在釣葡萄糖水 你一邊就在捐血 還有釣魚 然後就告訴你 我的人生 你試糖過高 其實不懂得捐血 那你是不是下班 當然 這件事很可憐 還有 你要想一下 我們香港現在打工仔 很多公司都開始五天工作週 跟著政府呼籲 對不對 你變相 一至五個時間 你哪裏還可以有空 朝九晚五呢 還要想一下 紅十字會 歷來這麼久 開放時間 就是 我們上班 打工仔 朝九晚五 我便退遲兩個小時 朝七 朝十一 然後晚七 謝謝 但是 五天工作週之後 其實平時一至五的 上班時間又長了 還未算OT 你準時五六點收工 你真是天方夜譚 可能七點鐘才收工 然後七點鐘 趕頭趕命去 你那個血站又不是在你家附近 你要知道 全香港所有的血站 不是收七點 就是收七點半 最長的 平時一至五收的時間 是在旺角 收九點半 這時候有捐的 你這麼熟悉 有查過自己本身 以前是捐血的 但是問題 問題回來 你的血站又不是在附近 你怎樣趕時間去呢 還有 你不準時收工 血站的員工是準時收工的 很準時的 最後的時間 就這樣做 可以了嗎 即是那種態度 是令到那些 即是 你已經沒有辦法 令到一些想生去捐血的人 願意去捐血 你是那些行政措施 沒有去積極地改善 你明明見到那些老人家增加 你使用血的量是增加 你是 沒有辦法去想方法去 保持住那些舊客 即是你連舊客仔都保持不住 然後你還要告訴你 你禮拜六天來捐血 好像難為了他們 當然 其實你知道 現在如果是禮拜六天去集中捐血的話 其實 如果人多的時候 大概要排兩三個小時都有試過 如果我排隊 你還要西面 還要生氣 看著我這樣的時候 我那兩三個小時去看電影不好 其實呢 現在是給你 我還要看你的臉色 你不是別玩 時間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 其實紅十字會 不需要做什麽特別宣傳 他只要搞得到商界的那些老闆 每個星期放 或者一個月 你放員工 鼓勵員工 放願意捐血的 給他們早收兩個小時 哇 那些老闆殺死你也有份 你和理事力場鬥一下 其實他講到尾 他就不敢碰到商界的利益 是 還有你對於打工仔來說 你甚至是放早 譬如說你放早兩個小時這樣算 又甚至是 我給半日有薪假給你 問題亦都在於 一來 才不會 一來你對於那些 即是沒有辦法去捐血 譬如說長期病患 或者吃了藥 連感冒藥吃了都可能捐不到血的 是 所以其中一個人是不公平的 此其一 第二 即是你給那些想去捐血的人 然後就尾早放 或者給他有薪假 對他們都不公平的 因為其實我今時今日捐血 第二天回來 未必有精神做事 以及那些事只不過是在後面做 我今天不需要做的事 不是代表明天不需要做的 我就叫老闆 幫他安排回 至少捐血後 那幾天工作可以鬆一點 又是雙家的問題 那就是要紅十字會在雙家裏做 就不是叫那些打工仔 逢星期一佔你來捐,你不要讓梁樹老闆請假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你叫那些捐血的人士去偏監表 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很簡單的說一句 譬如說,你兩夫婦不肯去生兒子 你不可以罵他,你搞到人類滅亡 你不生兒子,現在不能繁殖 新加坡也是這樣說,要那些人生 香港很多人這樣說 你這樣不生兒子,香港社會不會沒有人 哪裏我生你的 還有基督教組織就說 你不可以抗拒神的旨意 神要載多少個給你 一打你要生十八個都要生 我自己... 那我不避人,我就不搏夜了 我自己看,多數是... 香港很多都是,土地嘛 主要是老闆知道 老闆知道你不生兒子就非常不高興 他沒有人質在他的手上 你生兒子就有人質在他的手上 我自己親眼聽過有些... 但是你的兒子不是交給他的 你也要養兒子 親眼聽過有個人就是... 我要養兒子,第二個老闆 我都走了 就是因為人工不高 我聽過有些說 給他上頭恐嚇嘛 你也有老婆子女要養兒子 這樣養兒子 是吧 和不及妻兒啊 真的 和不及貓兒啊 和不及妻兒 現在就是拿你老婆子女來動的 只要你... 我真的要拆開一點點 他現在應聘 他要查你家宅 到底你家裡有沒有公樓 你家裡的總收入 有多少老人家要養 有多少兒子女要養 有多少兒子女要養 美成年兒子女要養 所以你家裡的總結 越重擔大那些 就越容易受到招聘 因為你這樣才願意做奴隸 你又不用公樓 又住公屋 樓斷了公樓 又不用養兒子 沒有包袱 沒有包袱 你多厲害你都沒有 真人真事 我告訴你 阿姐當年在L'Oreal 我剛才打開了她的名字 我都不想拍 我是Lancum第一個公關 那個公關災難 不關阿姐的事 如果阿姐還在掌管L'Oreal 她現在不會在拍烏鷹 我每次經過SOGO 我見到櫃檯 永遠都是大陸人 永遠都有行李箱的 所以說什麼 大陸錢有這麼大的 這樣 沒有香港人過去的 現在 我就很心涼 因為公司太小 好了 想當年在裡面 我真人真事 我開她說 就是H.R. 請一個Position 不是Senior的 例如Marketing Executive 那些位置 就有一些人 apply 有一個明明符合 但他們故意不請她 不請 原因是什麼 猜一下 早年 你先說一下 不請嗎 是啊 很有條件 非常好 但不請 你不等錢花 你賺錢買花大 她怎樣在CV裡見到 那個明明 又名校畢業 又市政又成 然後呢 英文中文什麼都很流利的 為什麼不請 從CV怎麼決定 就是看CV的 interview了 對的 為什麼不請 猜一下 結了分 不能是 還有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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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覺得她不自在嗎 你在CV裡怎樣可以 Determine到她不自在 那你看看你讀什麼學校 譬如你在外國 如果你讀那些很明的大學 我想你都不是贏了 我今天進去吧 你沒有錢 以前我的年代 你一年都要花幾十萬 就算給你去美國 像史丹福哈佛那些 住哪裡 沒錯 你住哪裡 你所有東西都是 就是種植度 看到不請 你有錢 你打風流工 不行 是啊 但是那個女生很認真的 很想做的份工 但就是因為 這個是原罪來的 你回去做家裡的份工 我不相信你住種植度 是突然之間 睡醒發覺自己在那個房子裡 你的家裡不會是因為 就是隨便說 就是開寵物店 或者樓下賣魚蛋 單打獨鬥的那些 individual shops 會是可以住在那裡的 一定是家大業大很多生意的 就回家裡工作 就是這樣 你想一下真可憐 就是我 因為我會知道 因為我們的部門聘請人 我直接問我 為什麼不做 我很好啊 presentable 你知道PRI是要presentable 當然 presentable 是不是講的要得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挺好的 然後她就說不 我推了 我說為什麼 中植度 我真的呆了 是可以這樣的 所以你怎麼回應她 and the best thing is 死了都不知道 那個女生 你知不知道 她是不知道自己的壞 是 that's the thing and當然 這個就是因為中植度 也有些說太孝了 不請 是啊 這樣也嗎 是啊 你在裡面 你就會聽到 有多少這麼荒謬的東西 那些荒謬 你不就等她對著那些狗公 就行了 就是很簡單 是不是 但女人真的是這樣 女人 你坐過來 我不坐 你應付那些狗公 繼續 對不起 社會不公義 is everywhere 這叫做 仇富 不是仇富 仇年輕 仇孝 仇靚哥 仇中植度 都是 仇你有條件不做奴隸 你有條件不願意做奴隸 即使你願意 她都質疑你的忠誠度 是啊 所以如果你肯進來 我一定要玩到你借 如果你借 你還繼續在這裏做 我就相信 我先游輪你一番 是 奶奶 可能變成 是啊 是啊 我告訴大家 那些公司 我講L'Oreal那些公司 是特別多的 因為裡面那些人 真是西裏爆 我差點說一個HD 哈哈 是的 即是西裏爆 自己加回H字音 大家明白 是 因為他們是真是 一輩子 真的 貢獻出給這間公司 其實你以為你看 金枝玉葉 它就是現場上映 給你看 個個互相鬥來鬥去 譬如那個 為何會空降了 即是有area 即是叫做 亞太區 空降下來 因為它懂得法文 你不懂法文 即是有很多 很無謂的理由 是 你在香港 對著香港市場 在說什麼法文 你明白嗎 你真是跟巴黎講電話 那條頭都懂英文 是啊 還有 同一間公司 巴黎放兩個月 審問Vacation 為什麼我們 整個 我想整個 連加起來都沒有兩個禮拜假 那你香港人做奴隸 是你賤的 為什麼你賤 你不是因為你智力不及人 我們 全球被人排過 每年都有出的 智力竟然是No.1 我們贏日本 贏美國 英國 那你搞得到這樣 就因為你們自今墮落 為什麼你自今墮落 因為你要供樓 你不供樓 你便消灑 你便吊死 所以你的智力是用在 如何勾心鬥角 去搞人 即是做權力量 但實際上技術很多事情 就未必很好 那些女人 我告訴你是很恐怖的 因為他們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sense of 這個地球發生什麼事 apart from 他們的brand 要跟其他brand 鬥 不只是跟外面 別人說 L'Oreal要跟Lauder鬥 或者跟Susado Group鬥 LVMH鬥 我也明白 不是的 它是within自己的公司 都要鬥的 對 它們實際是squeeze 今個星期的業績 對比起上年的今個星期 對比起上個月的這個星期 即是出很多不同的數字 它就要你長期在那種 很惶恐的狀態之下 很害怕 你以為你公司虧錢嗎 現在不虧錢 每年都 double digit growth SARS都是逆流而上 你賺很多錢 但它就是要逼到你 出了 出到你爆 而這一群人是新光頸漂亮的 即是十幾萬人工一個月的 閒閒地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 有些幾萬元 六七萬 八九萬 十幾萬 但是它就是要你很害怕 它很害怕 不單止是因為 你有層樓要工 而是它要你覺得你很沒面 即是你是很humiliating的一份工 而這群女人就是全部 代入了角色 覺得自己什麼華飛 真飛 什麼飛 就是大家要去compete 但是compete是什麼呢 compete 最後得益者都不是你 不是 得益者是一間公司 所以其實 你在裡面看起來 你是可以很抽離的 如果你清醒的話 你這幫人鬥什麼 然後你就在那裡 施加壓力下去 一個新入來的 即是你個個變了奶奶 你明白嗎 你覺得新來的那個小妹 就要玩謝她 那你玩謝了她 她不做 你請過 你覺得很開心 你也要由頭交過 那我不是那些奶奶 我覺得她這些是老公女 那些摩摩 好像以前看劇集那些用摩摩 就是搞咎你的公女 就是不抵得你 年輕了 可能皇上看中你 我還不搞死你了 拿針插你的指甲縫 那些變態 你明白嗎 是 我覺得就是這種人 我覺得有的 但我覺得香港人就是 可能中國的文化 比較喜歡羞辱人的文化 shame based society 那些人經常講 亞洲人 是呀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亞洲人 我發覺不是在職場上面 是在relationship裡面 即是兩性關係裡面 都有很多shame based 的accusations 不是你呀 我怎麼會什麼什麼 那些 我為了你又什麼什麼 那些 譬如在餐廳 聽到人家旁邊有吵架 那些我真的心想 分手 真的有很多新的頭 去跟她講一句話 那種無力感 已經不僅是在職場 職場可以抽離 你可以怎樣 我不是不做這份工 你這幫人這麼白癡 這麼荒謬 是不是 我做什麼要 你明白嗎 死鬥難鬥 以為自己在看工廷劇 自己帶進去 I think it's a lot of fun 如果你說回以前工廷 她真的是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真的 她真的是死得的 還有她的家人 整個家族的輕衰 就是靠你 就是靠你 你當然是和我笑著想 真的 笑著頂著想 快點生 是的 你不理會用什麼方法 總之你要鞏固你的權力地位 是的 因為你不是只有你的人頭 整個family 都是depend on你 但是現在你打工 你都這樣 你真是奴隸都不如 大佬 幾年前這麼多人出去看 不是因環轉又 很有共鳴 好似公私政治 還要看到瓶瓶落到 知不知自己 那個就是我 你看看其實你自己多慘 自己這麼可憐 而不知之 自己這麼可憐 我覺得是像皇居一樣 是的 所以現在說 很多時候 年輕一代 她說身體質素不行 所以剛才說到捐血那裏 也有些人說 即是被拒絕捐血 叫你不要喝那麼多奶茶 不要喝那麼多咖啡之類 我聽到 是的 你們自己想想 這些理由 我實在很充分 為何要這樣 當你經常做奴隸 做到經常好眼睡的時候 你就喝多點咖啡 是的 身體質素又差了 吃藥又多了 是的 那你就不可以 多年輕也好 你都捐不了血 有聽眾說你縮了水 你要吃肥一點 縮了水 看來我要煮大餐給你吃 是的 縮了水 因為那天早前 躺在那裏 不能動 腳不能動 那便吃少些東西 還睡在那裏 還吃那麼多 慢慢會痊癒 多謝關心 是的 慘了 因為菠蘿蓋開刀 動不了很差 我真的幫你 到時星期三 你有時間 早點來 我們做些拉筋復康活動 我都是持牌的Yoga Therapist 他不會收你 不知道多少萬元 不會的 不會的 隨便收一張八十元的紅包 就可以了 你香港人 如果清醒 你可以不在公司做老闆 是吧 你可以走出來自己做老闆 但到時你會發覺 你也是老闆 但香港出來的客人 是你的老闆 做老闆 你想做良心老闆 抹幾元雪糕 都比商場 五元兩頭 都比商場 殺絕你 是呀 你怎樣 不是驗出 他影響到他的租金 你收得這麼便宜 如果其他商品 會跟你賣便宜的東西 我收的租金就會低 我是億萬富豪收租的 我們整個商場大老闆收租的 一個商場影響了 其他隔離左右 全香港商場 都會做壞規矩的 所以一定要趕絕 好 這個時候 作為飲食業的我 我就挑戰他 全球最貴的甜品 是一千元美金 如果沒有更新 我沒有記錯 就是這個 一千元美金 是甚麼呢 雪糕生地來的 你夠不夠在西九龍中心買 我問你 你儘管開 你儘管開 你喜歡怎樣交租都可以 你可以告訴我 你一個月會有多少錢 營業額 會不會有一個傻子 給一千元美籠 七千八百元 等於 去買你那個雪糕 我形容給你 我幫你做 我教你做 都可以 很簡單 雪糕 用全球最罕有的玮尼娜籽 最美的cream 去做的 黏金箔 然後糖蘭花 我告訴你 最貴的 最罕有的朱古力豆 做的朱古力 放在上面 你賣 你覺得西九龍中心 可以賣多少錢 那些水滑都不開在你 對嗎 你的地點 是有你的限制 而如果他賣5元兩球 他交得起租 我不見問題出了在哪裏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在回應那件事的時候 傳媒報導的那間店 真的 他身酸血淚的故事 就是因為以前窮 於是就吃不起雪糕 然後就賣5元兩球雪糕 就是為了服務大家 就是為了滿足這個年少時期 是一些遺憾 我希望其他人有些 遺憾 於是就做這件好事 但是這件好事 反而就變成了他們死的原因 然後當對面 早上開了那間新的雪糕店 然後就要逼遷了你 然後再來一個公關 就告訴你 我們現在這間店 都是賣便宜雪糕 而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並不在於租金 而是在於 譬如說 回到那個供應商那裏 你供應商 其實都同意 你賣便宜雪糕 其實我都是這樣的價錢買的 你便宜賣 你自己喜歡蝕錢 難道不讓你蝕嗎 你都是這樣的成本介入 問題是西九的商場 那個管理就會覺得 你賣便宜雪糕了 其實這件事 跟這些領會 今時今日領展的商場 那個方法就很相似 就是說 你在那裏開啟大家樂 甚至不要說連鎖大家樂 開那些浸線 會做車衣改短褲針線的 那些賣成衣的店 那些小小的眼鏡店 小小的租書 租漫畫店 諸如此類的店 或者賣鞋 賣衣服 那些比較街坊的店 他不讓你做 他全部入了 做管理就是入了那些什麼68 那些 他叫高格調 連鎖眼鏡店 可以開三四間 然後那些卓越 沙沙 Color Mix 可以開一堆 開一堆 更好 然後 你要想想整件事情 就好像 我究竟是否在服務當區 當地附近的那些市民 你還要想想 例如樂富商場 那間經營了很久的 24小時的麥當勞 搬了進去商場裡 然後擠了出來的很久的地鎖 竟然開了68 你那個樂富區那些是很老的區 其實很多老人街 你叫他們買一些 年輕女的空圍內褲 而且是不好用 又是便宜的東西 那其實你是很勉強的 最多做一些中學客 或者可能是 再勉強一點 大學客 你是完全是 已經不能適應當區居民的需要 而去做一些完全 你自己本身的格調 或者是服務的社區的東西 你這樣就叫做做高格調嗎 我覺得 你完全在頭上 我就想到另一個形容詞 你不是個個都是 IFC 和智地 或者是PP specific place 或者是Elements 你只要看你自己 那個地區 你到底是一個遊客商場 還是一個高級購物商場 即是給一些名牌最主 你有定位的嘛 Exactly 你的target audience是甚麼人呢 是的 譬如你說智地 就是很多人在中環上班的 是的 或者是談生意的 或者是阿太 是的 你PP就可能是 住在南區的人 會開車出來 拍車便宜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 落副商場 或者是西九龍中心 是IFC 或者是PP 喂 你真是 Fucked in the head 都是那句 你連自己的定位 是甚麼你都不知道 難道 講句壞點 難道Graph 即買鑽石那個Graph 會許你西九龍中心開嗎 是的 是的 唉 還有這些又是領匯意識 是吧 打算便宜的街坊小店 趕著 然後提升租金 然後就 不斷裝修一下 就叫做提高格調 公關災難 都跟當年 領匯的沉味時光 那句口號 是不一樣的 我以為 經常說 我整直隊想起小店 我快要沉味時光 在領匯那裏有多少 有多少尋味小店 有多少歷史小店 然後就尋理老美 老美之後 兩天之內 馬上玩完了 馬上自己藏起來 這次不一樣 拿另一間雪糕店 來做廣告宣傳 結果那間雪糕店說 我現在都是受害者 我都不知道有甚麼事 被他把他放在桌上台 是呀 說真的 誰都知道這些人 全部都能夠 如果現在 我當作一個空位 有一個發展商 建一個商場 你夠僵 這條橋我寫包單 一定有效的 你重建在不同時期的香港 舉例 你明白嗎 地下一樓 二樓 三樓 香港 譬如五 六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年代 時光隧道 時光隧道 你每上一層 就是第二十年 裏面有不同的舖 就算你改衣 我給你改衣 因為如果我是 去回五十年代的香港 是會有改衣舖 會有時多的 以前被別人的車衫 然後有大排檔 你會有這樣的氣氛 反而外國遊客會想走 明知是make believe 但它有一個museum effect 然後有一個舞台效果 在那裏 可以容納到不同的小店 你的租金一樣可以貴 因為你裝修到這樣給它 但你的target audience 相對就可以消費到 對 消費到 有什麼人都會去 我會覺得很有趣 譬如我要改衣服 我會選擇那裏 因為覺得很有趣 還有那裏可以順便看其他東西 裏面可能有小小的茶餐廳 大排檔 每層有一個 Why don't somebody do it? 是嗎? It works! 還有最白癡癡 就是說真的 這些商場 它最重要是什麼 是人流 其實任何商場都是 但我覺得這些商場更加需要人流 如果在Carbondor Pine去買雪糕 順便行其他東西 我覺得是何樂而不為 對 即是拿著一杯雪糕 順便走一走 就會走的 走一走就會買東西 人就是這樣 是常識來的 你唯有不出街就不買東西 可能去淘寶 但淘寶 但淘寶 你去搜尋 會有連結 都是一種樓 人們會計過 女王說的那種 是正常的商業頭腦 去經營生意 現在香港那種 為了高租金 他們是不用正常的商業頭腦去經營的 總之我們是揭責而餘 握乾握淨 社會上的每一分錢 而且你對於 無論是本地的消費者也好 外國的消費者也好 他們會覺得 這些購物店 根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是啊 很多人都是這樣問 是毫無特色的 都是開著冷氣 四時開著冷氣 然後進去都是名店臨立的 我想去 不要說去街坊店 我這些消費得起的店有沒有 當領會沒有改名做領展的時候 即是他們那些高級經理 還是CLO 還是什麼 說法就是 喂 我想將Timesquare 搬去這些社區 我心想 如果我隔離就是Timesquare 我為什麼還要出去Timesquare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那個管理 譬如要做一些懷舊的東西 一些管理 其實就好像科學園一樣 請一大堆世界級的科技公司 進駐 隔幾年之後 每個人都因為 付了貴商巨遷出 這個做不起的原因 也是因為 你硬要把東西砌下來 打算有些名牌效應 然後吸引一些高消費的人流 亦都吸引一些潛在的商店去發展 但問題就是 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不是自然生成的 你要想想 譬如以前的街鋪 或者以前租開的那些店 他是有很長時間 跟街坊溝通 做一個口碑 第二就是那些東西是自然生成的 開幾十年歷史 你有這樣的需要 自然會有這樣的店 你講的就是土壤 你不可以把熱帶的花插進去 北歐那裡種 要去自身自身 為什麼高麗芯不是深圳種的 這樣就是 這個情況 為什麼這麼貴 這個情況就是 有些發達國家 叫第三世界國家 種經濟作物 不要種一些便宜的糧食 我東西都沒有吃 結果就 耐到發達國家 不但欠落很多農業貸款的債 還搞到飢荒 因為他們 在國際市場上 可可豆一跌 混蛋了 而且你要知道 最嚴重的事情 就是 你要一家名店 在那些商場開的時候 不是貶低商場 而是你有不同的需要 你不會在羅湖商業城開 Prada 大佬 有都當你是假的 大佬 你開了 沒錯 有都是當你是假的 那些 斯拉一人一個 揹著 Gucci 人家都是當你是商業城的貨 Gucci 到時 這個就是一個 拋頭的東西 你如果在 在領展的商場 或者在屋邨的商場 開這些東西 在西港和中心 開了很高格調的東西 人家消不消費 可以得起 第二樣東西 你都搞便宜你的品牌 你會不會這麼傻 真的要做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 你的定位 就是既可以買到街坊的東西 亦都可以吸引到其他區的人 來買一些 真是很地道的東西 就不是說 搞什麼 豪盛幾萬元一個手袋 我真的沒有 我剛才說的 好像銅鑼灣 現在總統戲院對面 那個人拆了一棟東西 有Fitness First 有Fitness First 那棟東西 其實那棟東西 是一個完美的地方 如果把它變成 我剛才說的 idea 一個老香港 不同時代 為之一層 這樣算 裡面有很多以前香港的照片 你想想 你裡面 你就可以包容到什麼 小販 其實是小販 但是變成了店鋪 但是你還是有小販的味道 譬如你買丁丁糖 龍鬚糖 那些糯米糍 臭豆腐 有些難 就像台灣人 古早味的東西 是的 但是它 instead of scattered around 因為它不是不想 scattered around 周圍都有些 有夜市 是因為香港不給 有小販牌 還有沒有夜市 那你找一個地方 將它高度集中 是不是 那我告訴你 這件事 一定會是一個 tourist attraction 一旦大家可以見到 譬如不同年代的香港 還有一些外面找不到的東西 大家怎麼每年都這麼喜歡 走去那個深水埗 過年的時候 是 因為有熟食在街上 桂林乖夜市 桂林乖夜市 然後怎麼會有魚蛋 騷亂革命 是因為大家其實真的很想有這件事 我不是想去街邊那個 現在大陸牌子經營的 什麼龍津美食 那些阿姐 全部都沒有一句廣東話 講得整的 我不是想去光顫那些 我是想有老香港味道 譬如我有些舊的油桶在那裡 我有以前的不同的產業 不行的太本土意識 我們一定要去直化 你還懷免過去 但你看看 最好笑的是什麼 是西九那種爛鬼垃圾 濕狗PR 我真的沒辦法不這樣形容它 我真的找不到更貼切的說法 OK 它說 對不起 狠請得到各位商戶和網友的理解 我讀了下面那一段 就說 我們想向大家再次承諾 會繼續改善服務質素 西九龍中心 從此至終熱愛本土文化特色 以及努力為本區 及香港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一站式生活體驗 狗屁不通 我不能明白 你明不明白 這是中文 你明不明白 你每個字拆開我都知道你講什麼 但你放在一起 其實我不明白 他不是找人做什麼 那什麼叫更優質的一站式生活體驗呢 現在所謂PR這些 很多就是 他自己本質的政策 處理方式已經嚴重出問題 然後他就以為 我只要拿些少許PR的公關功夫做好些 你就可以搞定 你本身裏面已經是腐爛了出來的 你外面畫那塊 描齋字那塊畫皮 你那塊畫皮畫得多漂亮 你都是鬼來的 是呀 PR不是盲能的 你PR要做些什麼 而一個過來人去答你 你是要有一個 Crisis Management 的能力 Crisis Management 第一步你要有能力 Address the problem 這幫石頭 是完全連那個problem 是什麼都不知道 OK 他完全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當自己是華飛 在鬥著 不知是 恩環那樣 是的 你在這樣的世界裏面 你不知道 現在一個好的公關 是需要有很問他的觸覺 不是只是對什麼 世界潮流的觸覺 哪個牌子 今季出了什麼 什麼out了 不是這些觸覺 是不同的人的利益 和他們怎樣去perceive 東西 怎樣去看一件事 OK 那件事 在香港政府眼中 可能是眼中釘 但原來香港有六成市民 是很受落的 是的 那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落差 你要be able 去看到這些東西 and你有能力去maneuver around 就是中間游走 由孕至魚 這個是需要很高的能力 而這幫獸頭 就是不知道在哪裏讀了幾年書回來 叫做懂些中文 懂些英文 然後知道今季出了什麼 很有國際視野 是的 國際視野 我覺得他們呢 你說crisis 他們是在crisis之上 再加多一個crisis 這些根本不是什麼 跟這些亂來 是騙錢的 其實你說這件事 你根本是沒有 完全是看得到 你不知道很貴 其實那個問題是 你拆了 是很簡單的 要不你就 我們搞錯了 我們給他另一個位置去做 不好意思 大家 你說一句 又不是 又好像不是認錯 又好像是要改字 又不是做些什麼 其實跟韓文思 都是一樣 我看完我不明白 如果我完全不知道 雪糕那件事 我看完我不明白 他弄這幾十字字出來 是說什麼 對 歸根究底 這一系列的問題 剛剛一連串提到的很多問題 其實根本的原因 也不在於公關 而是在於他本身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 和他自己做的事情的手法上 是作出很嚴重的問題 根本不是公關 才會令到這些事情存在 但是我們太習慣 把這些東西去歸咎於公關 然後我們是不再去標準 或者怎樣去problem solving的問題 在那裏 我講一下 其實 Edward 講得好 絕對不是公關 去決定這件事情 即是說 五元便利益 五元兩球便利益 這是管理的問題 是管理的問題 但公關有責任在於什麼呢 就是 這個外面出門的時候 譬如 比如說 老闆說五元兩球 他要有這個 ability 去 foresee 這件事是會變成一個公關災難 OK 他是有責任跟老闆說 這件事很大件事 很快會讓 接著我 suggest 我們應該怎樣 preempt 這件事 好了 我當你沒有那麼厲害了 你沒有 prevention 的能力 到於這件事一爆出來的時候 他都不應該出一份那麼齊的 你要立刻想到 damage control 而不是做這些事 或者有正常頭腦的事 現在都不能做公關 去到這個地步 如果你老闆用一種領展的思維來搞一個商場的事 可能他覺得 老闆說要這樣做 我去執行 是老闆對的 我們會做的 現在很多不是說他用正常的事去做事 我想老闆喜歡些甚麼 我要串摸上意 老闆現在由政治到商業機構都是很喜歡揣摸上意 這件事是中國人的文化 不是很打分共心態 一種打分共心態 總之我不要得罪老闆 甚至你要警告老闆 而且剛才做生意佬 一去到這些位的時候 如果你是懂得警告他 除非那個人真的很難 不是他都會想過先是不是去做 即是你要做advisor 而不是做一個奴才在點頭 現在奴才才容易上位 而且警告他們的人 其實都是一般網民來的 大家都是用common sense 去考慮問題 你竟然是一個PR專業的人 竟然是做公關 比我們用common sense 去考慮的東西 其實不肚也罷了 這證明香港是一個 越來越不重視common sense 的社會 如果是你重視common sense 我告訴你 在很多機構上 你真的很難立足 因為每個人都是揣摩常意 大家鬥揣摩常意 只要老闆開心就可以了 說明你災不災難 現在的打工文化、企業文化 都是越來越來越來 詩不關己 有些人就算了 剛才說奴隸文化 奴隸只是用來做事 但老闆更加喜歡的是奴才 上到位的不是奴隸 上到位的一定是奴才 照顧阿如奉承 但恐怖的一件事 你今時今日以為你相信老闆的意 會是一個好事 你平靠清雲 但轉頭當老闆的決定 令他有事後悔 他有事覺得不如意 他會反過來怪你 他說為何你當日不提我這樣 為何你不提另一個方案 另一個方案 他一定會有事 沒問題 奴才的作用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關鍵的事被人割 你心甘命抵 他自己不知道 你講中國文化 不知道那你該死 他覺得自己一定可以 壽終性寢無事 你做奴才做到 連這樣的事 你都不知道 半君如半虎 各位 這件事經常說 這麼多的朝代 就是半君如半虎 你就算做得多好 要是你做得太好 他有技術 然後你做得不好 他又說你廢 不如你自己想想 你如何自處 不如你有些尊嚴 或者你的老闆 還會尊重你多一點 是啊 你夠膽去 拿著道理 夠膽去做的話 反而別人表面上 調戲很不順 內心 真正有料的老闆 內心反而對你有多一點尊重 這個是事實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都是 他未必會當眾讚你 但他內心是另一個人 不要打算做奴才 做得這麼過癮 上當年 阿姐在做公關的時候 我是做一些化妝品牌 護膚品牌公關 是啊 老闆其實 我講一個例子 我已經知道 他是自掘墳墓的了 是什麼呢 他就問大家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 trendsetter 一個fucking pioneer 他就說要搞 東日美白 然後我坐在那裡呆了 不出聲 我不出聲 其實我在嘲笑 我的voiceover 然後他就問大家意見 又要扮好democratic 問大家意見 然後大家就說 嗯 其實都可以的 一句就說 嗯 都可以的 然後 未問到我 每一個人都說 先問一些marketing PR你就去執行 你就想辦法去銷售 然後有一個公關 我不是公關一個marketing 我只看著 他就說 對呀 沒問題 夏天曬到黑曬 就留回冬天來美白 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 我忍不住出聲 我說 那保濕什麼時候了 哈哈 因為其實 你們兩個男生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做這些 但是一般的trend 全球性 就是夏天美白 防曬 當然啦 秋冬就是保濕 滋潤 那白曬 你夏天曬了你的斑 你冬天美白都積在這裡 有用嗎 對呀 你等到那些斑 好心 沉澱了 這樣 黑了幾個月 你才來美白 你用一下腦 不如你預防勝於治療 對呀 老闆問我 我就回答他 我就說 你即使要走美白 都可以 但你不可以撕掉 保濕滋潤 如果不是 到時他就喊乾 又不是勝利 有酒 有酒 因為美白的東西 是特別乾的 以前那些美白 也都是 所以之後 舔了東西 他便會記得 曾經有人警告過他 對呀 即使當人家多麼頂心慘 你頂他 但你不是頂到他 炒了你 對呀 其實你已經發揮了你的作品 對呀 然後事後他會看回 他會知道 誰有先見之明 這個就是一個 安全遊走的非奴才 嗯 可惜香港奴才一街都是 官又是 職場又是 好想法 你不可以做一個清廉的 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做一個清廉 有原則 有主見的人 不可以了 一定要點頭 無論任何組織或機構 甚至一間公司 通常都會發生 群組的情況 其中一間公司 整班人都是很多 群組由老闆 到絕大多數人都是同一種想法 你當有少數人提出意見的時候 你會被別人禁止你 打擊異類 會受到很大排斥 甚至回到後覺得你 你是不是要標期立議 特意在唱反調 或者是等於做頂心忏 那些事情 其實是不在群組織 或者是大家會自動將他的意見 排除了意外 然後大家繼續向著懸崖走下去 合體跳崖 然後跌直的時候 我都不理事後發展如何 大家都會跌直的 所以當大家都向著這些方向走的時候 大家是沒有 所以你在管理學上 你會有些控制 特意有人唱反調 或者是會有些 總之會設立一些控制 或者是要有些冷靜期 等大家想完一件事之後 就沉澱一下 是否真的活動 你第二天才去做決定呢 這樣去做事 這些正常的計劃 但是你說在女人堆 或者是在一些人的堆 會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經常繼續重蹈覆轍的 不要說女人堆 男人都一樣是這樣 又被人道德塔利班我們了 又說我們 性別歧視 事實上男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女人是這樣 是很厲害 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這些 你如果我做完事 想準時放工 有些奴才出來說 哎呀你又好啦 這麼早可以走 早什麼呀 都夠鐘了 哪有早到 哪有早走 準時嘛 是呀 老闆說要準時的嘛 是呀 我幫公司省電費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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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很多這些衰格 衰格的奴才 就是我都是 大家都是怕什麼呀 其實由始至終都是怕什麼呀 比如老闆很疼的提出了一件事 那老闆未必真是個 business 的持有人 他都是打工的 但是他是 on top 大顆 大顆啦 所以他就是你老闆了 可能提出一些很疼的意見 你其實在心裏面是嘲笑到他不堪的 但是你真的沒有勇氣去說出來 其實這個時候你應該想一下 你說但你怎樣有技巧 你講 你給他見到 聽到 明白到 為什麼他這件事是這麼疼的 因為你做到這件事 你就可以管理到 其他同樣意見的消費者 嗯 其實你就是要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因為持有相反意見 或者不接受的人一定大把 你怎樣去所謂的 pre-empt 就是我預防你 以及我怎樣能夠 在 modify 你的看法 into 我想要的版本 如果你連你老闆也管不了 你怎樣管理你的才能 其實我禁止了你的 idea 令到他覺得 其實我們一起想的 我加了一些 input 我們一起去構思這件事的老闆 是啦 給我 credit 他 最後他都是最聰明的那個 因為你的英明領導才有我 我真的適時說了一些意見出來 你覺得適合聽 但一定是老闆拿莊 厲害的打工仔是這樣 但厲害的打工仔不是農才 當然啦 阿強 我通常會說 事實就是這樣 我是這麼蠢的了 其他事我不懂得想 不懂得想你喜歡什麼 總之事實是這樣 我是這麼蠢的 不懂得想其他事 你覺得我蠢你就不要請我 把我隔出去 那有什麼好說 看著你的份工 不是 只是把事實而已 是 你只要拿個事實出來 那你不能否認 是不是 不過嚴重的問題是 現在越來越多人 就是不尊重事實 但是如果真是盈順 牽涉到盈利的 理性的老闆 牽涉到錢的問題 其實最終 他反而是聽你說的 但是我自己聽過最嚴重的問題 都是在公營部門 尤其是政府那些 哦 當然啦 錢不是他的 是 他真的只是拿東西來玩的 那些人 人工就很高 所以為什麼香港 就是 那個公務員系統被視為 說全世界最優秀 但是整出來的管治水平 是這麼不堪呢 就是因為蝕的錢 做出來的賊事 搞出來的災難 是我們這些人承受 不是做官 或者做那些人承受 即是不黑劍 他不用考TSA 只是孩子們考 你聽證會 我都說我要去一個慶回歸的活動 你們自己談 對呀 我中間走了 我第一次看完就走了 我去日本 他上英也是這樣 是啊 是啊 你反日我去日本 我支持日本經濟 你吹嗎 其實沒有的 TSA就是我明天考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家長呢 有些吉士就是罷口 是啊 因為你唯有民間自救 你操得兒子去跳樓 到時你問不可見 拿回兒子給你 是不是 兒子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作為父母 你都沒有這個膽量 去Defend你的兒子 你不要想著 即是有誰會幫到你 這個我比較悲觀 香港家長我自己觀察 小事就會投訴到不得了 是 如果是大事先涉到人命的 沒有什麼理會的 2013年的女孩子在學校 離奇墮樓死亡 是啊 那間學校 全部在法庭說謊的 那些校長的副校長 現在那間學校的家長 繼續送子女進去那間學校 說校長還是在那裏 副校長還是在那裏 所以這件事很糟糕 令到我就是覺得 之前大陸那件事說 那個小孩墮樓 但可能其實不是的 那個內情 人家很多人都出來反 即是人家都有勇氣 大陸的人都出來勇武 但你看到那些人全部歸屬 即是同樣一條人命 是不是 都是離奇墮樓的 沒有人知道 人家在大陸那天 他們是故意掩蓋你的 他們出來反 香港不用掩蓋你的 你們都當事不關己 你說沒有希望 即是那個積極的反抗 大家覺得相對來比較悲觀 即是亦都那個後果可能很大 即是譬如說你出來反抗 那個後果就是可能是 我被人告 或者是被人背 或者是被人成功 然後你要和平地去反抗的時候 大家又說都沒有用 有行示威拉布條 是的 政府都是不理你的 他繼續去做 TSA仍然是繼續考 你說知道你區議會會禁止 所以他又回到消極反抗 而消極反抗對於社會的傷害 其實是更加之大 當大家去不合作社會的時候 其實你慢慢癱瘓 然後大家去承受共業而已 這個讓作文化大家不要讓作 捐血啊 不要捐 慈善團體那些 亦都不買旗那些 不要啦 其實整個 最好不交上去 最想 是啊 整個關外機制 互信機制 社會 它真是瓦解 它是慢慢瓦解 而這些的重建 真的要幾十年的 沒有的啦 其實香港你怎樣看呢 是真的中港融合了的 包括你不信任啊 你不讓作呢 這些其實都是 鄰近地區的優良文化來的 是嗎 如果一個地方 台灣不會這樣的 是啊 一個地方的人越是越不 互相不信任 極權的管治就會越容易的 你大家互相懷疑嘛 你互相鬼打官員 文革的時候 互相對出來的 就算一間公司 有些老闆是故意做到 那些伙計互相為小事來鬥來鬥去的嘛 最喜歡 是啊 一個農權 異於管理嘛 異於管理嘛 異旁相爭嘛 經常都是最初教理的 還有你到最終一天 是有民主化的出現的時候 你要重建所有的社會的體制 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來的嘛 即是你 在地區之中去重建所有的東西 包括那種人與人 人際之間那種很微小的互信 你怎樣去建立社群 那種社會共同 即是社會共同體的那種想法 都是建立制度 你看到文革之後 搞到今次今次幾十年後 已經有一個很活生生的例子在你面前 所以北歐是北歐 日本是日本 你不要拿中國去跟他們比 是沒有可能的 人家經過多長時間的努力 一代一代人一直努力 去令到他們可以成為今時今日 即是他們開共享單車是沒有事的 不會被人扔進城門河的 不會 單車是不見了的 大陸都是偷了不見了的 共享單車 為什麼人家是這樣呢 你在日本 我講我自己 我當失怒 那外婆帶我走廿分鐘 帶我去那個地方 她又不懂得說英文 我又不懂得說日文 但是人家那種 或者是你不拿了東西 你自己擺錢下去 在大陸不會有效的 在香港今時今日都已經不會有效的 不是英國人管治得不好 是香港被破壞得太快 我最近去以色列旅行 去到舊城區 一個當地的阿拉伯人 走來問我 她指著那邊 一個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一個女人 她說 為什麼我跟她說話 她那麼害怕的呢 她說我只是想幫她忙 她不懂路 我主動跟她說 為什麼她害怕我呢 我明白為什麼她那麼疑惑 我好心幫她說那條路怎麼走 她會這麼害怕 以為對她有企圖 但是我很難去解釋 中國大陸的文化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的整個國家都是賊 一句都說了 是呀 就很難令 政府也是賊 因為民家是 沒有好人的 為什麼有一個好人過來幫我 沒有可能的 你知道我想起這件事嗎 我昨天我媽媽開了電視 就是那個大台 有一個segment 是有一個男生 看到那個女生坐在街邊 她是不舒服的 那個男生去幫她之前 想了兩個scenario 一是說 如果我過去 她不會說我非禮的 如果我過去 她會不會偷我的錢包的 我看那段片的時候 我就想 香港真是正式大陸化 就是電視已經是播這件事 就是告訴你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reality 這是現實 香港的現實 如果你看到一個女生在街上 你不要想她是否有事 你想想她不會偷你的錢包 第二你想想會不會走去她叫非禮 有一次大陸你遇到的阿婆 想想會不會她告你 告你轉頭後 你會賠錢給她 這是老人的問題 對 經常發生的 對 這是這種可能就是一種族群之爭 另一種發生就是世代之爭 我不知道好像今天看到的 有一個年輕人 因為M到 非常之不舒服 於是坐在關外座 然後阿婆在她面前來到的時候 就說 你讓座給我吧 那少女都忍著很辛苦 但仍然讓座給她 但站到這樣 面青口唇白 真的很不舒服 於是就忍不住 然後跟那位阿婆說 你可不可以讓座給我 那位阿婆就說 你不尊重老人家 然後那位女生是忍不住 終於在她面前吐出來 就直接吐出來 然後就說 喂 整個骯髒的地方 你不尊重老人家嗎 然後那位女生就非常傷心 就說 我以後都不再讓座給老人家 是的 這個我自己也都親身經歷過 就不是說吐 但是我見過真的坐我旁邊的下班的女生 有個阿婆走來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 因為腳有個舊患有發作 那時候拿拐掌 那有人讓座給我 那沒有人說我 不尊重老人家 見過這樣的年紀 但是真的有個女生坐我旁邊 剛剛下班的樣子很累 接著就有個 都不是年紀很大的阿嬸來的 就叫她讓座 那女生就很大聲不出 就站起來給她 我心想 有時不是尊不尊重老人家 而是香港那種 我只要 著數要拿盡那種心態 現在呢 接著就經常開機 就亂拍人說 這個我不讓座 不尊重人 現在的反抗情緒是越來越厲害 在巴士你拍我 我就拍你了 是吧 現在那些年輕人越來越覺得 你拿我亂不讓座的扔上網 我會更加多人支持我 更加多人支持我 其實整件事很反常 但我在地鐵裡 有些情況之下 我會逼人讓座 就是見到大套火 然後那群混蛋還坐在那裡 我們走過去 喂 這樣 麻煩讓座位給她 如果你看到她的肚子很大 或者抱著小孩 再帶著肚子 或者什麼 這些真的應該要養 因為如果那輛車一殺 那女兒一撲傷 就真的 是啊 你明不明白 那嬰兒沒有了 或者甚至很大件事 媽媽是有事 這些真的要養 因為她的肚子不是假的 是啊 否則她裝假狗 那這個就防不清防 但是 如果你只是說她年紀大 然後她很累 就是什麼 真的很多看情況 就是 你們兩個自己協調 我覺得很多 真的年紀大那些 都不會是這樣 是那些 不是說年紀很大 還是很喜歡 身體非常之好 很精神的那些 最大聲鴿惡 那些才是令人最反感 真的年紀很大 需要你讓座 反而她們不會這樣 那些人是覺得 我是老人家 我現在到了某個年紀 其實那些人是賦予了一種權力 就是我可以有權 兩分打巴士 是的 我可以有權坐這個位置 喂 這是我的權 你當然要讓我坐 她一定要有權 用到盡 當然拿著金毛當年戰 這支這麼小的雞毛 她也要拿到盡 所以現在這樣 這個關愛 就搞到那個世代之爭 越來越多 越來越激烈 越來越表面 因為那個焦點是關愛 不是我是老鳳 我有權要你讓座給我 這是互相的 然後你還要來罵我 廢青什麼什麼密密 現在就認一件事 說我們廢青不能捱 那你老人 你以身作則 教我們怎樣捱得 你還不是說上當年 獅子沙拉精神 病啊 今天聽眾我們 沒有怎樣回應你們 不好意思 我的電話又是經常 插著了 畫面就free了 然後我看不到你們的留言 但剛才看到一個 就adress我 那我很快就回應你了 不說 不說得 就說 呂黃什麼時候講生童 你是不是在玩東西啊 我講了兩集 夠了 不通一集說嗎 我講了兩集 我可能下一集我會講 十多分鐘就是回應問題而已 OK 為什麼你們沒有人說我瘦了很多 我瘦了很多 我只是說說樣子瘦了很多 很過分啊 我生氣了 但是喂 你聽回之前兩集的如是 我聞就直接講了下去 自己聽 還有我明天左右 我會發出所有有關的連結 不要再問我 薯仔是不是澱粉質 燕麥是不是澱粉質 可不可以用燕麥取代白飯 我就是崩潰 我會把所有的連結放上去 你們乖乖自己看 你看完自己做了research 之後 還有問題 你問我 我是會很樂於答的 但是你不要薯仔又問飯又問 蜜糖又問 蘋果又問 橙又問 你真的在地球上 這麼多東西吃得 我真的沒辦法逐個回答你 你至少給我看 你是用了一點點的努力 好嗎 付出了一點點 我真的會樂於答你 譬如你告訴我 我現在出現Keto flu的症狀 譬如我好口渴 或者我好頭痛 或者我好累 我要多熬幾多天 我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我真的很樂於答你 如果你inbox我自己的page 我只錄音會回答你 我會回答你很詳盡 但是你不要就是那些 薯仔的飯 蘋果的橙的椒 麻煩 還有多一點自己了解那件事 因為三同飲食是一種life 其實是一種life style 是一種生活模式 程度上 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可能你出去吃飯 都很麻煩 想想你適不適合你自己 你自己看了你自己在落定律 不要只要指望女皇 要跟你合作所有你的問題 你有可憑你自己有不同的健康需求 你有自己 你想做些什麼 不要只要給那麼多壓力 要拒答你們所有的事 麻煩你 還有 對不起我再說多一點 不要緊 因為這兩集 這兩集說生同感食 很多人問 我知道我們今天over time了 哈哈 bonus 就是這件事 我說 因為我試 我試了是work的 還有我覺得很好 我不介意說 我現在一天吃一餐 你不要以為我為了減肥 一天吃一餐 是因為我吃 我轉了生同之後 根本不肚餓 為甚麼 因為我這麼多脂肪 八婆 因為我這麼多脂肪在肚子上 它真的消耗你自己身體的脂肪的時候 你的能量能源是很充足的 我現在一天吃一餐 我還是覺得 我不是很想吃 因為你已經沒有hunger 你就明白 我今天跟一個朋友 聊天 他爸爸是腫瘤科醫生 他也跟我說 他爸爸也叫他要戒電粉質 腫瘤科就是對付癌病的醫生 他也是這樣說的 現在就是 我為甚麼推薦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試了 而我試 不只是說 我覺得很好 我做了很多research 我的research 我本身不是讀醫 我不會是本身有這些知識 但我就是做了很多research 我再實踐 如果我只是看完之後 英武學士這樣說給你聽 我不負責任何人 但我看完之後 我自己實踐了 我知道過來人會發生甚麼事 我便可以幫助和分享給你聽 例如甚麼我覺得是必須的 一定要有的 例如 那個grass fat 牛油 椰子油 還有 其他東西 蛋 蛋和牛油果 這些是你差不多天天都會看到 好的鹽 美麗的鹽 這就是你真的需要 其餘那些是good to have 是嗎 但你需要做功課 因為 國語的說法 師傅帶進門 修行在個人 師傅帶你進門後 你去台灣讀書 你絕對會明白 就是修行在個人 所以就是幫幫忙自己做功課 但我告訴你 它一定是值得你的研究 值得你的時間和努力 因為你只要試了之後 你會知道有多好 你多麼精神 多麼不用一天到晚 想著要吃東西 你不會不斷地發夢 看到雞腿 薄餅在你面前飛過的那些 而且不會覺得很餓 然後你一餓你就會浪泥 不會 我現在多了很多時間 是做有益的東西 我想做的東西 你不要理會你睡覺 就好做瑜伽 也好打機也好 也好看電視也好 因為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 把我的注意力消失了 所以下一集《如是我民》 下一集我們是次官做的 總之下一次去到我那集 我會用回15分鐘時間 最多半個小時的時間 解答大家關於生同飲食的問題 如果你有正經的問題 麻煩你可以責發去forum 或者你責發去《如是我民》的page 我到時會回答你們的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們OT了20分鐘 多謝 多謝 拜拜 拜拜